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六月初的时候环保署预告说是要有个草案 说是一次用塑胶吸管限制使用对象实施方式以及实施日期 就是这么一个草案 也是另外一个把管计划 而且预计在2019年7月1号正式上路 减速减少塑料的行动已经在国际间发烧 而身为岛国的台湾 海洋资源和我们息息相关 而面对海洋的议题 我们又应该有哪一些比较宏观的认识呢 科技Email单元 今天很特别 我们科技Email现在发展的触角比较多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导航计划 台湾海洋现况记录 请到的来宾是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张慧君 首先我们知道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单位 我想在15年前就曾经有过绕岛的行动 为什么要绕岛 黑潮基金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基金会 我们大致上把背景介绍一下好吗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会君 其实黑潮是一个关注海洋为宗旨的一个NGO组织 就是大家口中的环保团体 但是我们在1998年创立之后 其实致力在海上的金屯的调查记录 还有海洋环境教育的推广 还有渔村文化的这些记录 所以其实我们基金会应该是以海洋为一个最大的宗旨跟前提 然后我们展开基础调查 然后环境教育以及议题倡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多年以前在做电视节目跟纪录片的时候 曾经访问过一个朋友 是文史工作者 他后来就在对海洋这方面特别关心 2003年他也参与了第一次的导航的活动 陈列吗 廖宏基 廖宏基老师 你可以谈一谈这些成员 包括这些 廖宏基是老前辈的 是 你们这样一代一代的 包括就我印象所及 你好像后面我们也会提到 你有一段时间还跟李文吉摄影一起工作过 他现在不在了 是 那这好多人 大致上这种参与或者是关心海洋 或者是其他包括环境议题的人 你可以大致上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人吗 其实2003年的导航 因为我们黑潮海洋文化基金会 其实创会董事长就是廖宏基老师 对那他其实从一开始 他自己的海洋经验 就是他是一个曾经担任过淘海人的角色 然后开始他认为一个基金会承载者 其实是台湾人民对于 我们去推广海洋的环境教育 针对全民的做的一个工作 那2003年的绕岛其实是第一次 就是在我们当时 应该是第一次开着一个娱乐宇船 然后照台湾一圈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当时其实很 我觉得很重要的背景是因为过去台湾 大家对于海洋是一个在戒严的状态 所以其实 尽管1980年87年已经戒严了 对可是大家对于海洋的态度 还是在一种非常警戒的 然后甚至充满限制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四面环海 我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 可是我们却对于海洋没有什么了解 所以当时其实廖宏基他率领的这个绕岛的团队 当时很重要的意义是去跨出陆域 然后向海探索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的意义 其实他很重要的是开启了人们对于海洋的视野 他不再是陆风的视野 而是我们看向海 甚至从海回望陆地 那当时很重要的是一个意义上面的创造 他讲过从海面上回头看土 陆地的180度 加上陆地上看海的180度 才是圆满的一个岛国 这听起来很诗意 但是我猜想在第一次2003年的那一个月的航程之中 他大概还是在摸索 对因为没有不知道那个状况是怎么样 也就是开了一条船 预定好在哪些个港口出入停泊 并且做一些人文观察跟记录 对主要是像雨捞行为 对然后雨捞行为的记录 还有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对于港的记录 就是其实每个港 西部的港跟东部的港是不一样的 然后甚至他在航行上面做了一些 当时的航海日志做了一些记载 对就是我们在这一趟航程里面 其实参考了2003年 当时他们对于整个航行路线也好 或者是区域的海域的特征也好的一些记录 那当然后来我也出版了一本是台湾的渔港 就是当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然后还有一本是福尔摩杀巡礼 就是把台湾 那个行动就叫福尔摩杀巡礼 对对然后就出了一本台湾岛巡礼 这样的一本书 就把那个航海日志给 就是把它整理出来这样 是但是15年来 这一段时间你们没有第二次行动 15年之间没有 为什么今年又有 对为什么今年又有 今年5月30号到6月10号 整整12天的时间 你们有好像还到43个测点 对对对对 去测了一些东西 我们等会慢慢说 但是我想要知道为什么要隔15年 其实我觉得绕岛一圈它的动能 对一个草根基金会来说是非常大的 就是它需要一些费用 跟你要去突破航海的限制 那其实我认为在03年之后的 当时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回来之后 是扎根海洋环境教育的工作 所以后来我们15年 其实就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在花莲在地 以及我们在各项议题的关注 是应该算扎根在地 但是我们做的也是全台湾 甚至国际的一些海洋保育的工作 可以更具体的说明有哪一些工作 比方说海洋废弃物的问题 我们从2000年开始 关注海洋废弃物的问题 但是海洋废弃物其实它 在早期大家各地减海费 或者是浸滩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 所以2000年的时候 我们跟从美国那边带回来 有一套ICC的记录方法 ICC是 就是国际海洋浸滩的一个行动 对那这个是ICC是简称 可是当时的浸滩举动 重点是说大家知道除了简 其实没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在简的过程当中 同时做一个有系统的科学调查记录 所以ICC它其实就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表格 它让全世界的人 就是如果你你的国家 要做浸滩这件事的话 你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表格 做记录 最后你的表格 就会汇整到全世界的记录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在台湾区域的哪些垃圾会出现 其实它是一个跨区的 一个大的一个工作 那就是说在心理上 你会期待越多的垃圾 越丰富的垃圾 越有完整的记录是吗 应该是说各区域的垃圾 都不能缺乏 尤其是数据 其实它是很重要 当然我们不希望有更多垃圾 对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大数据 能够去呈现 其实浸滩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可是它还是很重要的 发现问题的线索 就是你必须透过记录之后 我们会知道哪些 哪些东西是 是特别常出现的项目 那甚至台湾区域 各区的垃圾 其实也不太一样 那其实在2000年 我们把这个方法带回来之后 其实我们做了陆域的推广 就是我们到台湾各地的 跟像当时的荒野保护协会 然后环境资讯协会 台南社大 然后还有海科馆 其实这些单位 我们都做了一个串联 然后让大家都采用同样的方法 所以其实 也就是说 淨滩不是打扫清洁 不是打扫卫生 是 要发现问题 是理解到底 哪一些垃圾常常出现 或者是污染 对 而且后来大家也有发现 像如果我们在台湾淨滩 你常会捡到东南亚国家 或者是日本 或者是韩国的垃圾 那其实我们就知道 像海费问题 它就是一个跨域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后来也在2004年开始 有跟冲绳 还有就是冲绳地区去做一个 海洋废弃物的对策的讨论 对 所以后来2004年开始 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是持续性的互动 那后面其实我们也让公部门 也参与进来这样子 那等一下 你让公部门参与进来是什么意思 是提醒让政府也 对 因为其实在日本他们的 他们的海费治理的政策 是比我们还要走得前面的 但是台湾的公部门开始 在针对海洋废弃物去做一个 比较有政策性的规划 其实是近几年才开始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是今年的 今年开始那个环保署署长 开始跟NGO组织成立了一个海费治理平台 对才开始有系统的让民间团体参与进来 那民间团体其实长期在各地努力 我们就把这些年或者是每个地方不同的海域的垃圾问题 的观察去让环保署知道 就是才不会变成说公部门 环保署拿到了你们的观测的资料 也就是进贪所得的资料 他们有能力或者是有方法或技术 在一定的标准之下来处理 一个是我们必须先搞清楚 现在哪些海域的垃圾是重点需要清楚的 那因为公部门通常现在官方也会做一些进贪的活动 可是我们会发现进贪区域都是明星区域 就是大家假设我们在以我们在花莲为例好了 花莲每次要进贪都是在世界海洋日或者是像节日的进贪 你一定都在七星潭 所以有一次我们进贪的时候 同时有五个单位在那里进贪 那很快就进了 对你根本其实剪不太到垃圾 而且大家还会跑错场 可是重点是垃圾最多的也许不只是七星潭 我们还有其他的海域 其实那边垃圾是真的比较多 所以怎么样可以把全台湾的垃圾热点盘点出来 然后并且 对了你刚刚提到这一点 垃圾热点不一定是人多的地方 对 说不定是海潮或者是 这是垃圾来源的差异 对有些是陆域或者是油气行为产生的 可是有些是因为洋流带来的 对所以像我们这次 就是我们之前有去过澎湖 你就发现南方四岛那边其实不是一个油气区 可是它那边那个小岛东极岛上面充满的非常多 它周围你远远看就是一圈白白的保力龙 就垃圾都集中在那边 那就是海潮海潮 对他们的垃圾来源是从中国来的 就是洋流带过来的 对所以其实垃圾的成因还蛮多的 所以需要比较长期系统的去做一个调查跟记录 所以现在你的意思就是说 2018年我们政府环保署已经开始跟你们有比较多的互动 是 有可 就是至少我们可以可见的一些合作跟行动 是 或者是有方案 现在环保署提出的减缩的一个方案 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些民间团体讨论之后它公布出来的 对所以依照他所提出的一个 呃 期程 然后我们也把我们进摊的前五项 就是每年我们进摊都会做统计嘛 所以前五项重点的一些一次性的垃圾 像保特瓶塑膠袋 吸管 瓶盖这些 不只是吸管 不只是吸管 这只是开头而已 对那大家现在就已经有点 我觉得大家一般民众都会有受到冲击的感觉 可是其实呃我们自己是会觉得说减缩这件事情 台湾起步已经不算早了 已经是晚了 对所以呃在于民众的教育上面 我们是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没错 但是但是这是呃你你必须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 好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也就是五月三十号到六月十二号 六月十号 这为期十二天 你们本来策划十四天对不对 对 是十二天的导航计划 沿着台湾 包括澎湖啦小琉球啦蓝雨啦这些外岛绕行一圈 嗯 你们出入了十二个渔港 沿途有应该是有四十三个检测点 对 分别检测三种东西 一个是塑胶维力 嗯 一个是水下的声音 对 一个是水质的荣养 对 塑胶维力我可以字面上理解 嗯 水质荣养大概知道 因为你过度的优氧化 对 这个水就坏了 是吧 嗯 至少就对人来说是坏了 可是水下声音什么 就这三样检测 嗯 是是足够充分的去理解我们的海洋环境吗 来我们介绍一下 嗯 其实理解我们的蓝色国土 其实我们现在是把海洋设为是蓝色国土 因为它是在我们的领海范围内 那我们对于海洋其实有非常 我们我们基本上对它的认识是非常少的 那公布没有做一些调查 可是这些调查如果没有公布 对于我们来说是等于没有 计算就就变是公布了 对 我们也不太懂 是就是有些数据的东西 它没有办法让民众理解到 这个是代表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调查里面 才会以这三个项目来做一个规划 那其实你说这三个项目 是不是就能够看出海洋的健康 我觉得它并没有办法 就是凭这三个项目就知道 但是像刚刚提到塑胶维力的检测 它其实结合着是我们牧师海漂物的 海洋废弃物海漂的这个状况 这是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探索 那国际之间呢 也对于塑胶维力的这个议题 开始各国都开始进行 比较大规模的整体性的 这样的一个调查 是因为塑胶维力并不是原生的垃圾 它本来可能就是塑胶带 塑胶绳 鱼网 尼龙什么这些 它在海水里面分解之后 是 那这个分解 你从维力来看 它已经是结果了 对不对 对就是它 它应该是说它分解之后 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被清除 对所以它分解之后 它可能会进入到我们的食物里面 我们的生物 我们吃它的话就变食物 对 就到鱼的身体里面 对 就等于回头来 我们就自己吃自己的塑胶维力 其实对于人体的影响 现在各国的科学家都还在找证据 但是我们相信 毕竟它不是一个自然可分解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对于 比方说浮游生物 然后现在其实有一个研究 已经有发现淡菜 我们吃的淡菜里面都有那个塑胶维力 就它们这些浮游生物也吃塑胶维力 对那我们怎么去想象 它进入到我们的肠胃道之后 它有可能带来的影响 那这个部分其实 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证据 可以证明说它的影响是什么 但是这是我觉得大家都很积极的在追寻答案的一个问题 对那所以其实海洋废弃物的问题在 我们是可以初步的看到海域的一些健康与否 甚至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区域 它海面上面的塑胶维力 或者是海洋废弃物的成分和组成 我们大家可以推测上游的一些活动和行为 或者是沿岸或者是这片海域 它可能面对到的一些困难这样 那荣氧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它是作为一个水质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 那水下声音的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先收集水下的声景 声景它其实就包含了生物和非生物的声音 包括环境 对包括环境的声音 收集声音的意义作用是什么 一个是水下噪音可能对于生物造成的影响 是什么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去探讨说 在一个水域里面如果它人为的声音比较多 那它同时间存在的生物的声音是什么 是有哪些生物 那它们是不是有可能被影响 那其实水下声音的部分 它在国内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有点困难的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少人做的一个调查 你们的导航船 哒哒哒哒哒一圈过去 不是也发出声音 对所以我们在测声音的时候 必须要船只要在一个几乎停船的一个状态下 停的 对然后引擎必须要先是用空档 但是因为空档还是有一个低迷的声音 所以我们在量这个的时候 是先把声音丢到海里 然后我们船开走一段距离之后 让它量 测录个五六分钟之后 我们再回去把它捡回来 所以你的船只还是得要跟 这个测录声音的机器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所以 我还是要想要更清楚的知道 测量水下声音 作为你这个三大检测点 三大检测的范围或领域的一部分 到底水下声音还能反映出蓝色国土里面 需要被我们所了解的知识 或者是尝试究竟还有哪一些 水下声音其实它能够呈现出来的 就是水下的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可以稍微去讨论一下 生物跟渔业行为 还有甚至军事行为和水下工程 这些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其实是需要进一步去探讨的 也就是说大致上我们讲 只要是人为的声音越大 对于海洋的破坏率越大 就是这样 对于水下生物的影响会越大 那比方说我们在西部很 之前比较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像白海豚的这个问题 中化白海豚 对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把这个项目 纳进去 其实很重要的是希望了解 在西部海域生物 它们的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这个声音其实是联合国重点的监测项目之一 环境监测项目之一 水下声音的部分 是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访问黑潮海洋文教育 基金会的执行长 张慧君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7月3号星期二 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email专题 主题是导航计划 也就是台湾海洋的现况记录 访问的是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张慧君 慧君曾经在2014年 四年以前九月份写了一篇文章 来描述你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去到花莲参加黑潮基金会的培训 想要成为金屯解说员 是吧 这一段背景是可以稍稍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大学生 在什么机缘之下 受到什么样的激发 我想要当金屯解说员 其实因为我自己是普利人 所以我从小生长在山城里面 那从小跟海洋 没碰过海 也不是没碰过 可是就是不常 就是看过 但是他并不是生活中常常见到的景象 这样 所以其实因为我妈妈是高雄人 所以以前每次在 只有在回娘家的时候 我有机会看到 到高雄骑金看到海 那其他时间 其实多半是在山城里面生活 所以我自己对于海洋其实有一些憧憬跟向往 那大学之后其实就是 人比较独立可以自己去寻找你的 你喜欢的事情的一个阶段 那大学的时候我就跟同学一起 就是骑着车从台南 因为我念成大 在台南骑着机车就到花东这边来 我想要来花东其实很重要是因为 这边的海特别漂亮 东部的海跟西部的海就是长得不太一样 那在开启这样子的一个旅程 其实就是中间有很多往返的过程 那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很想要有合理的理由 可以留在花莲和海边 你在大学是念什么 我是念中文系 你是中文系毕业 但是你对金屯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大学的时候因为文学的关系 所以有读过海洋文学的部分 就是廖宏哲教师的作品 那因为我认识黑潮 其实也是从廖宏哲教师的作品里面 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基金会 那其实一个基金会在海上工作 甚至又可以在海上跟金屯 就是做解说 是一个迷人的事情 因为在我的生活经验里面 过去没有办法想象过 所以我就到了花莲 就是参加黑潮的解说员培训 但是解说员培训不是一个简单的路 它很困难 然后我想要在海上做个有用的人 可以更明确的说一下 就是我很希望如果我有天能出海 那我的角色是不是除了 我只是观想他 然后让他疗愈我 然后消费他之外 我是不是可以为他做点什么事 对那解说员是一个 这就牵涉到你对台湾周岛的海洋环境的认知 和想办法去改善某些努力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 我认为我自己自身就可以做的事情 对它是我的一个实践的方式 但是在那之前我觉得 都是先从喜欢海洋开始 就是必须先喜欢他 你才会想要为他做点事情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 当解说员是一个很好的 实践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方式 是 对 但是好像这也牵涉到你对公共事务的一些反省 或者是启蒙 你甚至我看你文章里面还提到了公民参选 你可以大致上讲一下 这个中间的思维和逻辑 是怎么样串联起来的 早期在念中文系的时候 对于政治没有那么敏感 对因为我认识的都是中国古典的人物这样 对那 其实后来我念的是台湾文学研究所 台湾所 对我后来就是念台湾所的过程当中 其实阅读早期在一些台湾作家笔下的一些经验 其实会让我自己的关怀 就是转到台湾社会当下面对到的一些问题 跟困境 我就开始思考说 我以前是文艺少女 然后我喜欢文学创作 可是这些创作是有没有办法再把跟我的关怀结合 所以我后来做的论文其实是女性报道文学 对所以牵涉到报道文学领域之后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文学它能够代表 或者说它能够去传达的就不只是文学性的东西 它甚至可以把一些社会底层的这些声音反映出来 然后也能够进一步去表达一些对于社会的一些关注跟关怀 所以这些社会现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政治有非常大的相关 在过去参与NGO的经验 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到灾区去做蹲点 蹲点完之后 你讲的是八八风灾 对对对八八风灾 在高雄那边做了一年的蹲点报道这样子 这个蹲点是一个什么内容 比如说你要有投稿的对象 你要有生活 就独立报道写文章独立报道 但是他当时是有我的大学的教授是钟秀美老师 然后他有找到一些那个就是赞助 是我可以有薪水的去做报道 对那出来的这样子的 当时也是跟李文基老师一起合作 就是做了这一系列的一些报道的文字的撰写 跟他做拍照这样子 那我自己在做大学研究所我在读报道文学的时候 其实就有受到人间杂志 当时的这些前辈的一些人的精神的影响 包括陈映珍吗 我没有接触过陈映珍老师 我只知道他小说写得非常好 对那我自己会看到其实是像林生静 然后李文基他们跟他们一起工作 对我而言我学习到非常多的 就他们的态度跟精神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也就是一个文艺少女或者文青 进入到一个社会议题跟社会题材 非常繁复而恐怕也恐怕很动人的 这个社会现实里面 对那这些经验其实光是在灾区 你就会看到一些政治的角力 跟地方势力的斗争 那其实这些应该说这些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 它也影响了我之后对于政治的看法 就是说我觉得NGO团体就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一直在为理想发声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议题的成功 其实是因为政治 对那对我来讲不会觉得说 因此就放弃NGO的一个角色跟坚持 反而是让我学到一件事就是 我们更应该要运用这些政治的观察跟敏锐度 然后试着让这些公共议题和这些公益的事情 它有一些力量可以被呈现出来 然后它有机会可以被完成 有趣的是像鲸豚 这跟回到我们的海洋话题 你也曾经在文章里面提到 说台湾的很多商业演出 鲸豚的商业演出 被圈养的生活环境 使得这些鲸豚生活的内容也很糟糕 你们开了船到海上去看鲸豚 跟商业表演当然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在本质上又有相通之处 它都是商业行为 都是消费嘛 对 那你们怎么去看待NGO的成员 怎么去看待或者说比较合理的去理解 自己所从事的这种解说 它也是它是有价值的 如果以廖大哥的说法 廖仲基老师他说没有一只鲸豚 就是在我们赏金的过程中 没有一只鲸豚是因为赏金而死亡的 但是我们在赏金的过程当中 我们带民众前往这个区域 认识这些鲸豚的时候 我们同时想要表达的是 我们旁边的海域就住着这一些 非常珍贵的动物 可是我们人类对它的行为 其实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包含我们讲鱼猎行为也有关系 鱼豁 其实每年东岸就是光是两个港口 每年物捕到 buy catch 混货 就我今天要抓的是奇鱼 不小心抓到了 对 每年这样子统计下来 有上千只的鲸豚是这样死掉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这是一个 我们认为是 我们必须让民众先知道 我们有这样子的动物 再来我们也会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到 这些动物它生存面对到的一些困境 跟我们希望传达给大家 就是海洋的健康 所以其实你说人类行为 它一定会影响到地球上的生物 但是我们会觉得说 你可以开着船 以一个尽量不干扰它的情况下 你去接近它 去它的棲地认识它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 让它得到更多的关注 跟我们去讨论环境议题的这样的一个素材 是 访问的是张慧君 他是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我们今天的主题 导航计划 台湾海洋现况记录 稍后片刻 带您回到台湾海洋现况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7月3号星期二 科技email单元 访问的是 黑潮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他是一个海洋文教基金会 张慧君 为我们探讨的主题 导航计划 导宇的导 航行的航 导航计划可以更具体的问 我们说一说 你们在观察 绕台湾 从花莲起航 逆时针 一整圈 包括澎湖 蓝宇的这些 小琉球也去 小琉球 这些个离岛 之后你们中间有四十几个观测 或检测点 中间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就是垃圾 那是牧师的 对 就是航行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以海飘的量 我们就开始每三十分钟做记录 这样子 每三十分钟做 对 做一个观测记录 就是船一边开 然后飘过去的垃圾是什么 我们就会记录这样子 每三十分钟都看得到垃圾 还是说每分钟都看得到 不会到每分钟都看得到 因为其实垃圾聚集的区域 它有一个集中的区域 就是你一般的海面上 其实你航行过去 你不会那么明显的看到 可是特别在潮界线的时候 会很明显 因为潮界线就是水流交界处 它会把这个海域的一些垃圾 因为水流摆动的关系 它会聚集在这个地方 那潮界线上是蛮重要的观察点 因为 所以你们的船也就要在那条线上 潮界线没有办法 它不是固定的 就是每个海域都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船没有办法 船没有办法一直沿着这个线 也就是说我们船航行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有看到潮界线 我们就会就近去观察 可是在航行过程当中 我们一样是30分钟会做 看到有没有看到这样子 那这种观察 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在东部开始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让我们冲击的 应该是从深澳之后 深澳到基隆的这一段海域 深澳龙洞到潮境 这一代其实在从海上看陆域的时候 你会发现地景非常的美 就是它整个东北角的海岸的地形 是非常规律壮阔的这样 可是同时在水面下 我们就觉得很无言 就是大家就顿时陷入了悲伤 因为你开始在航线上 发现非常多可视的垃圾飘过来 然后包含新的垃圾跟旧的垃圾 都是在地的垃圾呢 还是像你刚刚讲的 从日本或菲律宾 跟那些什么海流来的 因为我们从肉眼去看 其实没有办法就看出 它是从哪个海域来的垃圾 可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一些项目 比方说宝特瓶 然后一次性的餐具 然后还有一些是塑胶袋 塑胶袋其实是蛮多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鱼线鱼绳绳 这一些 那其实在这块海域特别的多 那是教科多 我们自己觉得跟游戏行为是有关系的 东北角的游戏行为 另外我自己还推测 我们还要进一步去确认的 数据确认的是 因为刚好旁边朝近 它过去是一个垃圾掩埋场 台湾过去把很多的垃圾 垃圾掩埋场是设在海边的 那我自己像我们在花莲 也有发现在齐来比夹角下面 它也是环保公园 就是以前垃圾掩埋场 下面附近垃圾量是有比较多 所以我也想要把这个数据 再进一步去讨论说 是不是海域的垃圾 跟我们海边的掩埋场垃圾量的关系 它是不是成一个正比 那我们还在观察 那其实到东北角这一段 我们看到的这些垃圾量特别的多 然后朝近那一代 我们捞起来的味道好臭 就是我们有捞一本 一罐一罐的样本 然后它的味道特别的重 然后整个水色 水色也是比较粘稠一点 然后第二个让我们觉得 比较严重的点应该就是在 中部以南 等一下这很大一块 从刚才讲的这个大概东北角 那台北或者桃园新竹 其实西北海域我们的目测量都还好 然后接下来的垃圾热点 让我们觉得比较明显的 就是你看到比较明显就是在南部了 对就是它很明显的就是在东北角跟西南海域 这两区特别的明显 西南海域从哪里开始比较麻烦 我们从曾文西出海口之后 然后垃圾量就是有看到的是比较多 是发泡塑胶就像保力龙 那我想那跟这个会跟当地 他们在做养科的产业有非常多渔业用保力龙 其实是有一些相关性 它是要低温保值的 不是是因为磕棚呢 它是用竹子做磕架 可是它在磕架跟磕架之间 它会用渔业用的保力龙 让它可以浮起来 然后还有采磕的人 他可以 他要去采磕的时候比较好作业 所以那片海域真的是非常多 就像它让我想到以前孔明借鉴 就是整片海域就是满满的 满满的那个磕棚 然后其实从路面上你遥远望去 其实那个范围真的是非常的大 然后直到我们进到安平港的时候 它连航道 就是连港区的航道 两边都还有磕棚 这是我没有看过的状况 就是在东岸是不可能 因为它就是个航道 可是航道里面居然有磕棚 所以那片海域 这是合法的吗 他们应该是不合法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取定 前一阵子还有一个话题 外散顶舟消失之中 消失的速度还挺快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在 这次的航程里面 并没有规划外散顶舟的 这个部分的观察 但是其实全台湾的陆域 或者是说海岸线 其实侵蚀的现象 是全台湾都是在发生的 那我们后来 后面我们到往南的时候 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南部的西南海域 它的海域垃圾也是非常明显 我们到大概是在高平溪 二人溪之后 二人溪之后整个溶氧量就上升了 就是说那个测到的那些检测值 就是比前面的任何一个点都还要高 对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可以判断 这边的河川排出来的这些区域 可能在水质上面没有那么的好 对那其实同时我们也在这个海域 有看到很明显的家用垃圾飘出来 就是有包含手套 然后便当盒 其实你看得到是 比较多是新鲜的垃圾 就是可能是从河川下雨之后 就是随着河川流出来的 那这个海域的 你刚刚讲新鲜的垃圾 意思是它在多久之内 我们看到的时候它都还没长藤壶 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礼拜内吧 对的垃圾的塑胶垃圾 是 那此外在这边的海 这边的海域我们也发现了一个 在红毛港的外海 我们有看到一条充满泡沫的潮界线 这是比较我们在航行整趟里面看到的 比较明显的一个有可能是污染的东西的现象 那当下我们是 因为那一条潮界线上面的泡沫 就很像我们喝咖啡的奶泡 就这么浓稠 那一般我们看到潮界线是聚集的一些漂流物没错 可是它比较少 有这样子整个很浓的 像浓塘一样的东西浮在水面上 所以就是我们有邀请地球根本基金会的执行长也一起上来 但是他当时不在船上 可是我跟他描述地点之后 他是有在想不知道跟那个男性计划有没有关系 对那其实沿海 其实沿浸海的这些就是填海造陆的工程 跟他们使用的这些填海的这些材质是什么 其实他对于海域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那是不是污染的物质 或者是他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船的油污 或者是废水造成的 这个还要进一步化验 所以当下我们其实是把那个样品 有给那个海宝署去做检测这样子 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出来这样 整体而言这一次导航计划 这个导航行动的这些检测的数据 还有实际观察的资料 什么时候可以获得更最完整的报告 我们预计是在年底 就是因为我们的塑胶微粒的检测 就是大家应该很难想象 我们把绕到的东西 我们要一片一片用显微镜分析出来 就是他必须要计算 所以他其实需要一点时间 那声音 是你们自己来做吗 我们自己做 我们有在这一次计划里面 我特别找了一位研究人员来进来 我们团队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我们的听友可能很幸运 因为我们不必忍受臭味 或者是很恶心的 但是我们可以听到 你们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 和观测到的某些结果 也许从现在开始到年底之间 我们还会邀请来稍稍的 完整的去介绍一下 我们到底是一些什么垃圾 我们到底制造了一些什么样的垃圾 说我们是什么垃圾也对了 人类就是制造了非常多的垃圾 在地球上真的 我们该知道的 除了一些他们的,伤痛的 也会访问 我们成功在那里 也会不及会变成 你们做什么 这就算是什么 是一个人 有所欠缩的